計時 開始 倒薰的話其實在日本料理會比較常用到 那我把它融入到牛肉裡面 然後去搭配一些 比較亞洲風味的醬油的醬汁 其實傳統我們在台灣吃牛排 都是吃黑胡椒醬嘛對不對 對 那我把黑胡椒換成綠胡椒 做成是一個奶油醬汁 再搭配一個薑味的蘿蔔泥 在牛排上面燻完以後 我會放細香蔥 蝦夷蔥 然後一些新鮮的辛香料這樣子 然後再炸一點薑酥在上面 你為什麼是選紅蘿蔔 而不是像南瓜或是其他的 因為其實紅蘿蔔 你把它甜度煮到出來以後 它的味道是非常的鮮甜 然後跟南瓜那種比較沉重的甜度 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想要它是比較溫潤的一道菜 從你今天用牛肉是哪一個國家的 什麼等級的 澳洲股市啊 澳洲股市這樣蠻適的 因為澳洲的股市的肉味會比較重一點 對 所以它如果用 你說是美國牛有問題嗎 沒有 美國牛因為如果是股市 它的油脂含量比較高 肉質比較軟 所以每個國家的不同種養的這種方式 品種都其實會影響到味道 那手紅你的上面 牛肉上面放的什麼香料 我放蒜頭跟百里香 然後跟很多的奶油 去煎出它的那個蒸果的香氣 所以謝謝你今天做的是健康食品 對 對 然後你看一下手紅的切法 其實比較是餐廳式的 在家裡可能你做的時候你會切薄片 但是這樣子你保留它的肉的厚度 你到時候吃的時候自己再切 你可以真的是品嘗到完美的一個方式 然後那是昆布鹽還是 昆布鹽 OK 昆布 它會帶出那種海的那種鮮甜感 然後我在現在放的是一個比較 味道比較清爽的蔥 叫蝦夷蔥 然後我還有帶一點那個 Sharrow Sharrow的那種紅蔥碎的那種新鮮的味道也很棒 7 6 5 4 3 2 1 三位選手牛料理請離手 謝謝 我的牛肉來講 它上面會有薑酥 細香蔥 昆布鹽 然後紅蔥碎 然後把它跟牛肉去搭配 然後再搭上到燻的味道 旁邊它的綠胡椒醬汁 它是還有加上鯨魚醬油 南瓜籽油在裡面的 然後旁邊的是紅蘿蔔泥 這一整道菜的話 都是用柴魚醬油去貫穿整個味道 然後去讓它整個融合在一起 我覺得你可以做一個 四到五分熟之間的感覺 我覺得會更精彩 其他的香料我就覺得蠻好的 但那個胡椒香氣 我覺得都很棒 因為綠胡椒會帶一點陳皮的香味 非常好 對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 然後你把南瓜換掉 換成胡蘿蔔 這個想法也很棒 薑的香氣最刺激口感 很有fresh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我很喜歡 謝謝老師 OK 守紅我覺得你選這個 Cut of牛肉非常聰明 因為你有熏過 如果是比較薄的 或是 maybe fillet那種的 它的味道其實你吃不出來 這種的是你吃越嚼 那個味道你真的可以品嘗到 我也很喜歡你上面用的 不同種的小的 garnish的 空布那些其實在嘴巴嚼的時候 都有不同種的層次可以發揮出來 Hurray 你還有醬料不會蓋到牛肉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你平衡得非常好 好 我今天就是你們的副主 有任何需要就是叫我就好了 好 那如果沒需要 盡量不要叫到我 好 對 永帆她要把巧克力的元素 加進辣跟麻的元素裡面 對 那是一個非常好玩的東西 因為其實在墨西哥他們 中南美他們會用可可巧克力 去做辣的東西 讓它的味道更多的層次 創意啊 你一定要把那個精髓抓住 對 它最主要的這道菜的重點 跟它的特殊性 你不能跑掉 像水煮牛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它的油香味很重要 還有它的口味上的 渾厚度也要有 這個等一下 它單純就只是醬汁而已嗎 還是它會做成什麼用途 水煮牛直接去燙過之後 然後它再把醬汁拿起來 用的那個玉米糖膠去 去讓它醬化 對 然後它就是一個分子料理的過程 這個是他等一下會做一個 巧克力球擺在旁邊 永帆用的巧克力是哪一種呢 調完巧克力 濃度 70 70 70還滿苦的 其實我本人滿喜歡吃 就是百分之九十五的 因為濃度不夠 它沒辦法結成的球 對不對 它的脆度也會不夠 沒辦法完成 好 待會兒會把我的蛋糕放在裡面 還有蛋糕 它用的是微波蛋糕 它的做法是把蛋器 然後打進原本一般海綿蛋糕的麵糊裡面 然後用微波的方式去加熱它讓它熟 我用原本 我用水煮牛的醬汁去做這個 所以它整個味道會有一個牛肉的香氣在 原本裡面的油脂我用辣油去取代 所以它會有一點麻辣的口感 最後60秒囉 5 5 4 3 2 1 好美喔 超開裡面現在冒出來的是 那個乾冰的部分 然後這道料理我是用水煮牛的概念 然後加上分子料理的概念去做一個搭配 然後水煮牛 我這邊用到分子的部分是醬汁 然後旁邊有那個白色粉 那個是我用我自己煸的辣油 加上油脂轉化粉 做成的一個粉類 所以它吃進口裡還是有一點麻辣的味道 這個微波的蛋糕 我是用巧克力 牛肉跟辣油 甜中帶一點辣 我覺得你做的是很有創意力 水煮牛的這些味道 全部都有在這道菜裡頭 我很喜歡the sponge cake 蛋糕裡頭的這種膨鬆的感覺 所以其實有很多不同種的層次 而且是這個海綿蛋糕 一吃起來就是很軟很舒服 然後就是你的最拿手的這個甜點的部分 就是一起吃到我真的非常的開心 謝謝 計時開始 金金的料理台上又是五顏六色啦 對 我今天有稍微改變一下我平常以往做的一些燉煮料理的方式 我這次沒有做燉煮 我這次是做一個比較沒有把握的那個炸牛肉丸 因為牛肉丸是我第一個學會的那個炸物的料理 今天就是想要挑戰一下自己 因為其實炸物很冒險 然後我裡面比較特別是 我有用那個荊棘露菜 妳現在正在切荊棘 對 現在正在切荊棘 這是在地的一個特產嘛 我覺得荊棘露菜它的香氣是很特別的 那我肉的部分我處理的方式有分為兩種 一種是我先用機器把它拌勻 可以的話兩分鐘手打 對 然後把金性整個打出來 我這次有沒有比較進步一點 有有有 看起來沒有那麼焦慮了 對 而且她講話的 沒有 薛莊老師我沒有生病 她只是變得比較平靜而已 對啊 速度講話講得好慢喔 對 我在練習彈圖 晶晶妳這個是 這個是 乾薯泥 主要是乾薯泥有它本身的甜分 那因為台灣的品種很多嘛 那我是用一種就是 微波快速蒸手法 那微波蒸手法的部分 它是需要水分 所以我選那個66號的地瓜 是甜分也高 然後水分也高 現在12分15秒 要注意一下你的時間囉 好 然後現在晶晶這邊 你的丸子怎麼已經成型啦 對 我現在在等時間 剛好情況之下要舒暢 那個晶晶要小心 你的丸子要剛好熟 然後不要黑掉了 好 5 4 3 2 1 三位選手辛苦了 請離手 漂亮 對啊 我裡面特別加了荊棘 是因為我希望有那個吉香味 乾薯泥它是帶出甜味 跟我剛剛那個番茄的部分 我有特別先乾煎過 讓它有一個甜味濃縮的一個效果 在口腔裡面的層次 我是想要有酸有辣有甜有鮮 這綜合起來 來 晶晶這個丸子炸得很好 因為熟度是很好的 你用的這個醬很好 我在猜裡面微辣應該有一些 是辣叉是不是 OK 因為這個微辣帶一點酸度 可以讓這個牛肉的這個口感 吃起來很好 你的肉球裡面的汁 跟你的洋蔥處理得非常好 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蠻喜歡這道菜 但是這個市場 是很棒的 是很棒的 但是這道菜 是很棒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